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墨屋记在长落城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厚重的文化 一些高楼大厦总是透露出一种让墨屋记看不透的历史气息 那些店铺楼阁更由一种墨屋记难以捉摸的元素在里头 无一例外的 每一个毅力在主街道上的店铺都是美轮美患 仅从外观看就是极其奢华 墨屋记清楚他必须尽快找到住处 月仙门大会在长落举办 若是他找晚了 说不得只能露宿街头 墨屋记的预感没有错 他接连寻找了十多家酒楼客栈 但是并没有找到一家有住处 就在墨屋记准备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差一些的酒楼时 他看见了天落酒楼四个字 天落酒楼地段不算是最繁华 但是也并不是最偏僻 而且从外观上看 天落酒楼的档次比之前寻找的十多家酒楼还要豪尚很多了 墨屋记猜测这种酒楼肯定是没有住处的 不过他抱着万一的心思还是走了进去 一名女子低着头匆匆匆从酒楼出来 和墨屋记在酒楼门口擦肩而过 尽管只是擦肩而过 墨屋记依然能从他完美的身材猜出来 这是一个极美的女人 豪华的一楼大厅 让墨屋记以为自己到了地球上的六星酒店 一名长相俏丽的少女 看见墨屋记进来 立即迎了上去 他躬身一礼后问道 请问您是要住店还是要找人 啊 我想住宿 请问还有没有房间呢 墨屋记连忙说道 少女面带微笑地说 普通房间和贵宾房都没有了 我们这里还有一间上等房 是刚刚别人退掉的 如果您要住的话 必须要付满两个月的住宿费用 墨屋记忽然想起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有名女子正匆匆出去 不知道是不是那名女子退掉的房间 如果是的话 那她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两个月多少钱 墨屋记几乎是在这少女刚说完的时候 就立刻问了出来 少女依然面带微笑 不慌不忙地说 因为是月仙门大会期间 我们的房价是十倍增加的 上等房 每月一万金币 两个月 两万金币 墨屋记倒吸一口凉气 这价格不是高 是高的离谱 假如不是他用青霉素赚了一笔 别说住在这 他连看一眼那个房间 恐怕都看不起 这是两万金票 我住两个月 尽管高昂的价格 让墨屋记牙齿都酸得疼了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 拿出了两张价值一万金币的金票 月仙门大会 他是没有资格参加 但是月仙门大会 也是他机缘所在 他知道那些仙门 除了要招收天才弟子之外 还要招收一些杂异弟子 万一他测试出来有灵根 说不得还能进入一家仙门 成为一名外门弟子呢 若是能成为一个大宗门的杂异弟子 对他的修炼 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就好像那些要考重点大学的学生 都会在重点大学的附近租房子复习 他想要进入仙门 自然是距离仙门越近的地方越好 这期间他必须休息好 保证最佳状态 要挣钱他有的是办法 但是找这样的一个机会却并不多 万一离开了这儿 出去找一圈找不到住处 再回来却没了 那才是亏大发了 还有一条 这个酒楼看上去就是高大上那种 或者他还能在这儿多接触一些仙师 这对他来说 那可是好事情 俏丽少女也没有想到 墨无忌真的拿出了两万金币 要知道 能住在这儿的除了那些仙师之外 只有王子或者是富贵之家的人才住得起 他看得出来墨无忌身上的衣术普通 不像是能住得起的人 他一直保持笑容 也仅仅是出于礼节罢了 怎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墨无忌见少女愣神 赶紧又追问了一句 房间这么紧俏 自然是越早入住越好啊 哦 没有 这位大人 请跟我来办理入住手续 少女很快反应过来 恭敬地带着墨无忌前去办理手续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墨无忌就拿到了房间钥匙和入住身份牌 他的房间在三层 0182号 正在墨无忌拿到钥匙的时候 跟着就是一个焦急的声音走了起来 询问有没有房间 说话的是一名年轻女子 浓眉大眼 看起来非常英气 可惜她是一个女子 这种英气让她少了几分柔和 而在这年轻女子身边 还有一名背着常见的青年 很是抱歉 刚才最后一间房 已经被这位朋友订走了 接待墨无忌那名少女 很是客气地说 那年轻女子听到这话 立即就看向了墨无忌 将你的房间转给我 我给你双倍价格 我正好需要休息 所以抱歉 不能把房间给你们了 墨无忌自然不可能为了一点金币 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浓眉女子皱了一下眉头 三倍价格 在打量了一番墨无忌之后 她立即把价格又加了一倍 出嫁之后 这浓眉女子好像还怕墨无忌不肯就范 就跟着说了一句 小子 见好就收 别太贪了自己惹祸 显然她是看见墨无忌衣着一般 她只要多出钱 再加上威胁一句 定能让墨无忌就范 这位妹子 请问一下你这边 最好的房间是多少钱一晚上 墨无忌最是不爽 这种用钱来砸人的家伙 当然如果只是砸钱 不用她搬走 那还好说 她就勉为其难收下来 这女人不但用钱砸 还带威胁的 那她墨无忌就是不怕威胁 那酒楼接待的少女 听到墨无忌叫她妹子 俏脸一红 依然柔和的说 最好的仙尸房 每晚十万金币 算了 帮我开一间最好的仙尸房 我把这个房间 免费让给她们好了 墨无忌一挥手 大咧咧的说 少女面带 欠意的对墨无忌说道 我们的仙尸上房已经没有了 真的很对不起啊 既然没有 那我也就不装了 墨无忌回头看向的浓美女 黑黑一笑 转身迅速上楼 尽管九楼少女 不知墨无忌说的装是装什么 但也知道墨无忌是不装这个浓美女子 区区一个凡人 你敢如此嚣张 今天一定要教训她一顿 见墨无忌远去 那浓美女子终于明白刚才墨无忌 肯定是在计讽她 跟在浓美女子身边的青年 却是憨厚的说 师妹 既然这儿没有房间住 我们另外找一个地方就好了 况且我们是偷偷出来的 万一闹出动静 被家里人知道 似是被憨厚青年最后一句提醒 浓美女子狠狠的说 小子 以后别露在我的手上 否则我要让你知道 天鹰宫的厉害 走 两人走出酒楼后 那接待墨无忌的少女 似是想起了什么 脸上露出了后怕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 墨无忌房间的方向 心里默默地为墨无忌默哀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